南某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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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聲唯妙法 來千萬節南昭義 我今見聞得授辭 我今見聞得授辭 願解如來正十一 願解如來正十一 各位把時間據大家祕託國 我們繼續來看佛寶概論 導致秩序這邊 一夜 好 這裡說到 他說 阿含經 是三聖共一的聖典 其實也可以講五稱共一 因為佛法如果我們把它分 身文、言解、菩薩、三秤來說 那 依出世間來講 就叫三秤 那如果依四出世間 八瓜、仁天秤 佛陀有很多在家弟子 世界升天之法 也都在阿含經裡面 所以 其實就是佛弟子共一的聖典 可以講五稱共一 佛弟子所共一的聖典 比如說 我們一開始唸 南昭本師自家摩尼佛 南昭就是國一 國一就是向佛學習的意思 那 我們要記得 我們是佛弟子 那麼佛弟子是 依佛向佛學習的 那怎麼學習呢 當然要聽聞佛的教法 佛到底怎麼說 怎麼教 所以 南昭本師 就是要聽釋迦摩尼佛的教導 本師就是根本的導師 就是說我們學習佛陀 那其實不管在家出家 都是依著釋迦摩尼佛所說的 來修閒 因為他是已經成就的人 我們是想像 想 就是心裡面想 希望能夠跟佛陀一樣成就的人 那 所以我們這裡可以講 其實是 也可以講是五稱共一 佛弟子共一的聖典 那因為一開始就只有 就只有阿涵 阿涵的意思其實是輾轉傳來的意思 阿涵他叫做轉轉傳來 他是翻譯的 他的意思就是輾轉傳來 那因為大家社 這個是大家社 由大家社結局 大家社結局 這個是大家社 然後大家 大家背誦 就是義詞背誦 然後輾轉相傳 一直被動輾轉相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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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沒有不是像這種字印的 這是用背的 然後一代傳一代 一個傳一個這樣子 在佛陀時代其實就有了 但是 佛陀時代其實就有了 但是他 不叫做阿涵 他叫做法聚 其實法聚經 佛陀之前就有了 佛陀時代已經有所謂的宋經了 就是把佛陀說的話 把佛陀說的話 然後背起來 然後在那邊唸 很有名的 周禮叛頭節 他要出家 就要背一個祭 生口一夜不照二 末老一切諸有節 正念觀至欲盡空 無意之苦當年 就是把修行的重點 修行的要點 背起來 就像是背口訣一樣 那個時候不叫阿涵 那個時候叫法聚 佛陀所說的道理 用一個簡單的寄眾搜射起來 那麼大家做結局之後 他就叫阿涵 就短短傳來 就背 背的比較多 佛陀時代不是 就背你需要的而已 背那個重點 背你需要的 每個人背的可能不太一樣 那要出家的可能就背 背什麼 每個人在家出家可能背的不是一樣 那那個時候就 那個時候沒有阿涵 沒有所謂阿涵軍 沒有阿涵軍 沒有阿涵軍是大家做結局之後 那麼才開始有的 那其實他就是 所以他基本上 導師這裡講的就是說 因為法聚軍還是有 還是有 但是就是說 現在就是以阿涵為主 因為這個是經過 我們叫做認證的 現在叫做認證的 有五百阿羅漢認證的 大家設阿涵 這五百阿羅漢認證的 有標章的 就是有 就是他 這個確實是的 那法聚因為流傳的太廣了 那麼 並沒有被認證過 但是他有一些法聚其實比阿涵更糟 有一些法聚在佛陀時代就流傳了 那後來邊越邊越多 但是沒有認證過就是了 那他基本上 我們可以說就是 後來這個就變成佛陀佛教的聖典 根本聖典 我們這麼說 根本聖典 就變成阿涵經 他其實大家做結局的有分法跟律 法跟律 那律 律 大家做結局的律也已經不在了 那就變成很多部 結局的時候就八十宋律 那法的話就是阿涵經 阿涵後來就變成擴充 擴充到有所謂的四阿涵 那一開始就是阿涵 一開始就是阿涵而已 那後來就 所謂的有所謂的 類似像現在的雜阿涵 那後來就開始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又收進來又收進來 然後就變成分類 就變成四阿涵 那我們現在就簡單叫做阿涵經 阿涵經 其實是這樣 那所以他這裡講 這個是 單聖共一的聖典 那其實 一般來講就是佛弟子共一的啦 五聖共一的啦 那 那他導致這裡講 那麼因為阿涵經 導致這裡為什麼這麼講呢 他說不能照偏執者 偏執者有兩種 一種是大聖的偏執者 一種是小聖的偏執者 這個我們上個禮拜有說啦 那麼大聖的偏執就是 偏就是偏差啦 那麼職就是你執著 錯誤的執著 就是說你這樣的認知不圓滿 不完全 不完全正確啦 也不是不對 但不完 就是他有偏差 那 他堅定的認為是這樣 所以 所以叫做偏執 那大聖的就是 阿涵經 其實 從古以來沒有被重視過 阿涵經開始被重視 是從應孫導師開始的 阿涵經開始被重視 是從應孫導師開始的 因為以前的中國佛教 就是我們講中國佛教啦 中國佛教沒有被重視 阿涵經沒有被重視 因為中國佛教號稱大乘 一聽到這個小乘 他就不要學啦 他就不要學啦 所以 這個 這個就是他誤會阿涵經的意思 這個就是偏執 認為阿涵經就是小乘 那 另外一個這個是大聖的偏執者 所以他不學阿涵經嘛 那麼小乘的偏執者就認為 只有阿涵經才是佛典 除了阿涵經 不是佛典 所以只有阿涵經才是 那麼這個也 秋 就變成大乘是非佛說啦 那阿涵經才是 原本的聖點 根本的聖點 那 這兩種是兩邊啊 那導師說 那麼 怎麼來看待阿涵這件事 阿涵經這件事 他既是根本聖點 但 你看導師是認為阿涵經是根本聖點的 但是 他 他 也 什麼樣 以大乘 的 這樣的觀念 來說明佛法 就是說 並不是像一般 比如說南傳的啦 還是一些 像台灣也有一些 認為 離開了阿涵經就不是佛法 也有一些人是這樣看待的 那麼這種觀念 其實也是有偏差的 那導師在這裡就是說 說明這件事 所以他說不能 不能照著 兩種偏執 一個是否認大乘的小聖 因為 離開阿涵 就不是聖點 就不是佛說 那麼 離開小聖的大聖 就是 小聖之 阿涵經 其實是 其實是小聖的 只能解脫而已 不能稱佛 連結像這樣的 那麼 那麼 這個不重要的 自私的人 才去學阿涵 那麼發大心的人 都是學大聖經的 變成是這樣 就是 他 看不起小聖經 那麼 小聖的偏執者 否定大聖經 大聖的偏執者 不重視阿涵經 那麼小聖的偏執者 只有阿涵經 才是聖經 其他都不是 就這兩種錯誤了 好 那說我們怎麼樣 看待阿涵經 首先要先去掉這兩種錯誤 你才能夠正確的看待阿涵經 好 那麼 從佛法一位 大小一解 好 我們來講到這個 佛法一位 大小一解 這個位 佛法一位 我們在經典裡面常常 大小一解比較容易解 容易理解 大乘 大乘 小乘 佛法 照理講應該是 應該是 我們可能再來講一位 它就是 它是一樣的 真理 真理都是一樣的 那麼你學佛 我們講嘛 學佛就是 要贈得真理嘛 它主要這兩部分而已嘛 真理是什麼 怎麼贈得真理 它主要是這樣嘛 那麼這個大當然就是大乘 就是剛才講的 大乘跟小乘 那麼 義就是不同嘛 大乘小乘 對佛法的看待是不同的 不同的理解阿 好 那這個位 位到底是什麼 佛法一位 位是什麼 位是什麼 什麼是位 什麼是位 我們可不可以用白話講一點 什麼是位 一米 佛法一位什麼是位 可不可以用白話講一下看 什麼是位來 想想看 什麼是位 道理 還有沒有 什麼是位 道理為什麼要用位來講 是道理嗎 他基本上這個 我們可以這麼講 佛法在講位的時候 位有時候是 基本上他就是這樣 是中文字嘛 就翻過來就嘛 他基本上就是類似像 第一個像位卓 阿韓經裡面很常見的 位換禮 位 換 禮 他有一個位 但是這個位又不是這個位 但是道理有一點點一樣 就是他 他是在講什麼 位到底是在講什麼 很簡單嘛 比如說 等一下我們再舉個例子 比如說他會舉 舉 舉 海水 四大海的水 從各個流川 流到海裡面 同一位 都是鹹味 就是說 那海水都是鹹的啦 不管你是在 扣上面的 扣上面的 就是你取上面的 取海水底下的 取旁邊的 取中間的 它都是鹹味 同一位啦 比如說這裡的海水是鹹的 那裡的海水是鹹的 沒有都是一位 那麼 經典裡面講 佛法一位都是解脫味 他有一個例子 他有很多形容詞 他說比如說像牛 牛有黃牛 有白牛 有紅牛 有黑牛 有不同顏色的牛 但是他的牛奶的味 是一樣的 乳味 類似像這樣 他其實 我們先來講一下 佛法的這些名詞 到底什麼是味 好 一個 最常見的叫做 味患禮的味 好 第二個 巨翼味的味 這個等於我們再來說 巨翼味的味 這個是阿漢基裡面常見的 佛說法裡面常有的 那 那麼 那麼 就是 這個外道 讚嘆佛陀 因為他去問佛 他去問佛弟子 然後又來問佛 結果佛弟子跟佛講的是一樣的 然後 他就說大師跟弟子 同意 同聚同意 同位 好 那麼 這兩個都是味 其實他在形容的東西是一樣的 但是 他的說法不一樣 這個味就是味著 我 味患禮是一個修行的次第 他有兩個嘛 一個是味患禮 一個是厌禮毅禁 這個是常說的 我們先來解釋這些名詞 把它弄清楚 不然老師覺得 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 到底在講什麼 這個到底什麼名詞這樣 一個是味患禮 那味患禮常說的一個 另外一個是厌禮毅禁 我們就順便講 阿暗禮裡面常有的 厌禮毅禮禁 好 那這個味患禮其實就是味著 貪著 貪愛 其實就是貪愛 貪愛是什麼 貪愛就是煩惱入心 一般我們說的 這個意思就是所謂的入味 深入 進入 深刻的 其實就是入味的意思 這個也是 其實我們來講 這個都是入味的意思 但是這兩個 這兩個是用在不同的地方 這個是指煩惱入味 就是味著 貪著的 懶著的 懶著什麼 心懶著 簡單就是這樣 就是煩惱入心 那這個不是 這個是法義入心 就不一樣 基本上它就是入心 這個是法 等一下我們再講這個東西 有時候我會對這些翻譯的名詞 因為它翻譯的不太一樣 有時候我會對這些弄得 到底是在說什麼 我們如果要把它弄清楚 當然你也可以 大概就這樣講一下過去 我們把它弄清楚 先講這個 味患禮 味就是貪著 其實就是煩惱入心 簡單講就是入味 這個味其實就是入味 好 那佛法儀位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佛法儀位都是解脫位 就是最究竟 佛法到究竟都是得解脫的 當然它也有 你也可以講清淨啊 圓滿啊 反正就 一般來講 就是佛法儀位是解脫位 但是有一些經典它也許講 不同的東西 那麼 或是離苦 滅苦 那麼 這裡 未患禮 是修行的一個 一個次第 知其過患 貪著 知其煩惱 煩惱為著 那麼 你就是心染著煩惱 那你知道它的過患 而能遠離 那另外一個就是 它講的更進一步的就是 厭 厭禮這樣的 厭禮這樣的一個煩惱 這個禮基本上從這裡開始 然後能夠離譽 然後能夠把煩惱滅禁 滅禁就是滅禁煩惱 就是煩惱滅禁 也可以滅 滅就是提滅 禁就是煩惱禁 那也可以講滅禁 好 那麼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是第一個 慰患禁的慰 其實就是慰濁 其實 其實就是入味 其實入味就是入心 那第二個 聚義慰 聚義慰 大師與弟子 同聚同應同味 那麼 這個聚 義慰 我們先來理解一下 這個 聚 就牽涉到所謂的 我們另外一個名詞 叫做 明聚文 有沒有 明 聚 文 通常是 明聲聚聲文聲 明聚文聲 這個我們上次也有講過 那 應該是這樣 你看喔 照理講應該是這樣 這個 明聚文 明 聚文 因為聚義 是從這裡的 聚義 然後義之下是問 那 應該是這樣 文就是文字 其實是文是文字 其實我們這樣講比較容易 明聚文 我們一般都叫明聚文 明聚文 其實如果要照字聽應該是文聚語 文明聚 應該是這樣 文 明聚 文就是文字 它就是字 聚就是詞 比如說 花是一個詞 草是一個詞 樹木是一個詞 花草樹木 它就是一句 詞跟詞 詞跟詞 加起來就有一句 比如說 譬如說 諸行無常是一個詞 諸行無常就一句 詞加詞 它就是一句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雨霧殿 夢幻泡影露殿 它是一個詞 不管是名詞還是動詞 名就是一個詞 不管它是名詞動詞形容詞 這個詞加在一起形成一個句子 這個比較容易理解 這個文有時候會變成文章 不是 因為以前我們會誤會 名句文 一個句子一個句子 這句子加起來就變成一篇文章 它不是 它就是文字 它就是文字 文字就是一個單字 或是一個發音 兩個發音 摩阿媽 摩是一個文 阿是一個文 摩阿媽 馬 摩阿 摩跟阿 它是一個音 兩個音合在起來 變成一個字 句是這樣的 它句就是單字 那麼單字有時候就是一個詞 它是一個音節 可以講這樣 好 那這個名句文裡面最重要的是這個句 那麼這些它都名跟句 名跟句 它都有它的意 字就沒有了 字 單音沒有 沒有 沒有意的 但是它有它的意 就是它有它詮釋的內容 比如說花跟草 花跟草丑 詮釋的就不一樣 蘋果跟香蕉 那麼 雖然都是水果 但詮釋的不一樣 桌子跟椅子 所以它詮釋的內容 它那個意不一樣 那這個句 比如說諸行無常 是生命法 那麼它有它的意 那麼你聽清楚了 聽明白了 那麼你入心 就是你那個法 你很深刻的理解 這個就叫做位 等於我們再來引用 那一般來說 就是從一解脫位 就是這些道理 都是可以讓你得解脫的 我們是聖誕 講到佛法離位 大小易解 那麼佛法本來 它都是可以 我們叫做三個趨向 我們可以這麼說 經典裡面 在講到 什麼叫做佛法儀位 也有說到 比如說佛法 我們就解釋這個佛法儀位 所以基本上 真要講就有著講 我們大概講一下 佛法在基本上分做 就是佛說的法 並非要分做法跟律 那麼主要是以法來說 那麼以法來說 它有所謂的戒定慧 那一佛說的裡面來講 簡單講 初中後 那麼初善後善中善 那通常它有三個趨向 應該就在這裡好了 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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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解脫 到最後 都是解脫位 它通常是這樣 這樣 好 我們可以引用大字論的說法來講 大字論裡面這麼說 導師其實導師的書 早期很多都是引用大字論的 大字論 字論堅白 最後 這個是要大字論寫到最後面 榮述寫到最後面 他在總結 他說佛法皆是一種一位 他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在講阿含經 大小一節 如果是一位 你說海水做同一個潛位 為什麼我喝的海水 跟你喝的海水是潛的 你的海水是潛的 那就不一樣啦 我的海水可以製定 你的海水不能製定 我的海水不能解渴 你的海水可以解渴 那就不是啦 那就不一位囉 不同一位囉 他說佛法皆是一種 一位 所謂苦盡解脫位 這個是榮述說的 所謂苦盡解脫位 那這個是在說明 所有的佛法都是要離苦的 都是要離苦的 以離苦為目的 那麼苦盡才能得解脫 苦盡才能得解脫 那麼一切苦 一切苦就盡 就是離 就盡離一切苦 就叫做解脫 就盡 就是 這個苦急掉的不會再起 比如說 牙齒痛 我們有很多顆牙齒 這個牙齒痛 拔掉了還有另外一顆牙齒 今天頭痛了 明天又頭痛 沒有就盡 就盡離一切苦 這一生不痛苦 下一生痛苦 反正就是 你的苦沒有盡 那麼 就盡離一切苦 就說解脫 所以就是你苦 所以他說 佛法基本上就是 苦盡解脫位 苦盡而得解脫的 這樣的一個 就是這種滋味 這裡講 就變成他 他滋味了 解脫位就是 他得解脫的利益 所以就變成解脫位 這一位 他說 他說 此解脫位有兩種 這個是大聖裡面說的 此解脫位有兩種 那解脫位不是一種嗎 怎麼會有兩種呢 他說 一者 淡自衛生 一者 淡自衛生 二者 二者 堅為一切眾生 這裡就在解脫 這裡其實就是導師說的 佛法一位大小異解 既然都是一位 那為什麼 有大聖有小聖 那大聖所理解的佛法 為什麼跟小聖不一樣 其實就是赤利利他的問題 等一下我們再來說 先把這個經寫出來 堅為一切眾生 就是導師引用的佛法一位大小異解 其實就是 大制度論這一狀元 那麼堅為一切眾生 雖拒求一解脫門 雖然都是求解脫的 不管大聖小聖 不管你自利還是自利利他 雖拒求一解脫門 這個是從究竟來講 這個是從究竟來講 有的五乘 那就是分人天而已 他不一定 如果三聖才聚求解脫 如果五乘 人天乘 他就不一定求解脫 那佛弟子也有人天乘 他不一定 他也是學習佛法的 他不一定求解脫 但是我們從究竟來講 那麼雖拒求一個不法 一解脫門 那 而有自利利人之意 而有自利利人之意 所以佛法一味 我們把它擦掉 還沒寫完 就是說 雖然有兩種 一個是自利 一個是利他 但視未生 兼為一切眾生 這個就是自利 這個是唯自利 唯有自利 這個是自利利他 自利才能利他 但是自利是為了利他 他不太一樣 好 他說 事故有大小甚差別 事故有大小甚差別 我們現在看的這個是導師的秩序 那麼秩序就是很簡單很惡要的 說明裡面的一些東西 因為他秩序不能寫太多 不過我們就把導師從你這樣說 他所依據的東西把它拿出來看 就是這樣 然後事故有大小甚差別 為是兩種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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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口所說 以文字語言分為兩種 有大甚小甚 那如果我們現在來看 那佛法就不分大小甚了 還有秘密大甚 那龍書那個書 他還沒有秘密大甚 那只有大甚跟小甚 那現在來看就變成 還有這個秘密大甚 有秘密大甚 就不一樣了 他說以文字語言 基本上是語言 那文字基本上就是他們的音節單音 現在才有 龍書時代已經有文字書寫了 波羅經已經強調書寫波羅經的功德了 那但是在佛總時代還沒有 那麼這個習慣是遵循佛的 就是佛羅門他們也是 就是用口誦的 那比較沒有寫成文字 好 以文字語言分為兩種 三丈是生文法 三丈就是我們說的經歷論 我們叫做生文秤 那有些把它叫做小秤 是生文法 摩原是大秤法 那這個是在解釋 所謂佛法的一位 大小異簡 那一般來講 一大小異會講的一位 就是解脫位 那法陸心得解脫 基本上他是這樣 就是你能夠真正正得這個佛法 好 波瑞晶裡面舉的PE 就是 不是波瑞晶 大波尼丸晶 那麼舉的PE就是 這個牛 雖然有不同的品種顏色 但是它的牛奶是一樣的 味道是一樣的 那 這個 大莊嚴晶 舉的例子就是海水 都是同一個賢味 好 我們在我們底下看 所以這裡是 佛法一位大小 一簡 的這個觀點 去觀察 那 就是龍志的講的這一段 自立立他的不一樣 對菩薩行的慈悲 那麼立他的積極性 那因為 神文法裡面 並不是沒有立他的思想 有 但很少 比較少 都是教你怎麼離苦 得解脫的 那麼比較少有立他 但不是沒有 是有的 但很少 那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叫做氣離氣機的問題 就是當時的姻緣 多數人 所以 沙門 婆羅門 都是 婆羅門主要求升天 沙門主要求解脫 但是他們求解脫的方法是錯誤的 觀念是錯誤的 求升天的方法是錯誤的 所以對於想升天的人 佛祖就跟他講 師界升天之法 對於想求解脫的人 佛就告訴他們解脫的原理 是必中道圓起我 其實就是這樣 那 這個是我們講 契合於當時的時代 跟那個時代的那一些人 那安含經裡面有沒有講到關於 不但要資歷還要立他的人 其實有 等一下我們再來有一個經 但是不多就是了 那為什麼不多 其實就是因為當時的時代都是這樣子的 好 這後面導師會講 所以他說對於菩薩行的慈悲 立他的積極性 就是我們講 安含經裡面講 解脫求解脫的 那就是有兩種人 一個叫做法行人 一個叫做信行人 那麼如果大乘就不是多一個慈悲 法行人就是偏智慧的 信行人是偏信願的 信心的信願的 那麼另外有一個悲行人 就悲心比較重 偏你立他的 那麼這個在 在生文裡面 求解脫裡面比較沒有 所以他強調的是少事少夜 少希望就 自情越少越好 那菩薩不是喔 那他也立他不是沒有立他 生文也立他喔 他求解脫他也立他 但是他的立他是消極性的 所謂的消極性就是 我可以幫你 我就幫你 我幫不了你就算了 我有姻緣我就幫你 沒有姻緣我也幫不了你 你就好自為之 那這個叫做消極性的 積極性的就不是這樣 我可以幫你 我一定幫你到底 那麼我幫不了你 我會想辦法幫你 幫不了你 就是幫不了你 很可能是第一個 我們講什麼 為什麼幫不了你 那麼有幾種 一種就是你沒有善根 一種就是我跟你之間沒有善緣 第三個就是 我有善根有善緣 但是我沒有智慧 沒有善巧方便 通常就是這三個啦 善根 他沒有善根 有善根彼此沒有善緣 我跟你沒有善緣 那有善根有善緣 但是我講的話 持不達一 或是我沒有講到你真正的需求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你的問題在哪裡 或是我講的沒辦法打動你的心 沒辦法真正解決你的 你的疑問 所以就幫不了你 就是沒有善巧 通常是這樣 就是說一個人能不能影響另外一個人 好的影響 我們說的是好的影響 那通常 通常主要是來自於這三個原因 那有善根 像提伯達多最後佛辦不了他 那麼 說他已經斷善根了 佛說跟阿蘭講 如果他還有一點點善根 我還是可以幫他的 那麼所謂的善根 其實就是 沒有善根 所謂我們常常講斷善根斷善根 基本上是說這個人已經產生邪見了 那你到五逆十二的 做第一的 如果你不是有邪見 善悔你還可以怎麼樣 還可以再有 但是你已經產生邪見了 邪見就是你否定掉我所講的一切 那我有什麼好幫我 我幫不了你啊 就是說 我說的你都否定掉 比如說你否定英國 像提伯達多為什麼最後佛頭跟阿蘭講他已經斷善根沒辦法救了 是因為他最後佛定英國 因為六四外道裡面有一些是講沒有地獄的嘛 沒有月報的嘛 那提伯達多最後佛 最後幾天佛跟他受盡力未來會下地獄 他害怕 然後 那個外道他有一個很好的外道的朋友 跟他講 其實你不要聽佛再說根本就沒有地獄 那提伯達多基於他的需要他相信沒有地獄 因為沒有地獄他就不用下地獄啊 所以他後來 所以佛頭才會說他斷善根 當然到了大政又不是這樣說啦 就是提伯達多後來 然後最後還是經過阿蘭 懺悔 經過阿蘭去勸他 因為他跟阿蘭有善人 阿蘭勸他最後懺悔 念南謀嘛 後來不是陳柏惟就對他那樣謀嘛 然後甚至法華經裡面講 其實提伯達多是故意釋憲的 他在地獄裡面受酸殘熱 反正這個 就是後來有一些經典 不是法華經不知道什麼經 類似像他說 法華經是講提伯達多也是事件的 那有一些經典講他是 其實是雖然在地獄但是沒有痛苦 反正就是後來就有很多種很多種說法 那聲文基本上他並不是說不利他 他積極的利他 那我們要講的就是菩薩就算跟他沒緣 他有三個嘛 我幫不了你 我看是初战 如果我是智慧不過我去學習智慧來幫你 我幫不了你 那麼是我的問題 就是你沒有智慧嗎 你善巧不過嗎 或是悲心不足嗎 能力不足啊 你沒有辦法關機鬥掉嗎 好那我去學習 學習智慧好了我再來幫你 所以你看那個文書不在乎嗎 你傷害我 跟我有緣 以後我成就的時候我會先來幫你 我會先來度 那沒有善緣就重善緣 不思愛與力行同事 先利益他 先對他講好話 先跟他做一樣的事 讓他認同 取得他的認同 那麼這樣方便你度他 另外一個就是沒有善根的 我就讓他重善根 就是不信英國的我跟他講英國 不信佛法的我跟他講佛法 那先讓他重善根 先讓他建立政見 那這樣才能夠從英國的道理去射受他 那大聖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甚至講到 大聖經典裡面講到有一個菩薩 為了度一個人多生累事都跟著他 一定要度到他 那麼 聲聞就不是這樣 通常我們也利他 但是都是消極性的 我能夠幫你 我會盡全力幫你 但是我幫不了你 我就會算了 我又去幫別人了 就變成這樣 那我的能力 我做我能力所及的事 超過我能力的我不做 那我幫了你 而且最後你來傷害我 以後我就不幫你了 我不要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菩薩不是這樣 所以他重生無邊試驗度嘛 即使是傷害他的 他都不放棄的要利益他 那當然老實講 我們雖然說是大聖 我看99.9%沒有辦法做到這樣 連我自己都做不到 我通常也都是比較 算是消極性的啦 我會盡全力幫你 但是幫不到的時候 我也不會掛愛你還沒得度 不是我的問題啊 是你的問題啊 我幫不了你啊 但是比如說好 我們舉一個例子啦 像佛陀要度前頭老母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佛陀度不了提伯達多 是因為提伯達多斷三根 那最後阿難去把他的三根就生起來 那麼最後阿難祈求佛陀 佛陀還是去經提伯達多的餡位 還是去喔 那麼要度成東老母 成東老母跟 因為佛陀要去度一個人 基本上他主動的啦 主動的去度一個人 他去觀察這個城裡面 比如說好 比如說我現在在永康 那麼他打坐的時候觀察 永康這裡有沒有人 得度的因緣到了 他知道了他就去 佛陀去找他的喔 得度的因緣到了 他去找他 那麼他現在觀察 蛇衛城裡面 蛇衛城的東邊 東區 我們叫東區 有一個老菩薩 這老母嘛 就是有一個老菩薩 那麼他得度的因緣到了 那麼他佛陀就去 就故意走路走到他家前面 一般一般就是 一般就是去他家脫波啦 早上去他家脫波 然後就順帶跟他說吧 讓他花意見跟他說吧 這個成東老母遠遠見 佛陀從那邊走過來 他遠遠看見他趕快把門關起來 他跑進去 因為他等比丘要供養比丘 可是一看到佛陀來 一般人家只能逛個佛陀 他不要 他遠遠看到佛陀來 他心裡面不歡喜 他趕快進去把門關起來 這佛陀想說 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因緣俱足 應該要得度啊 他就用神通自己進去 那個老母 那個老菩薩看見 看見 我門關起來 你怎麼可以進來 他趕快 他趕快又進這個房間 然後面向的這個 面向的牆壁 佛陀就放光 把他的像顯在牆壁 他趕快把眼睛閉起來 他不要看 你看 如果是我們 如果是我 我現在講如果是我 但我們不是佛陀 沒那麼大的慈悲 如果是我 你不給我 我就走了 我還關你 對不對 我還跑進去 我有神通 我也不要陷神通進去 一定要不贏 對不對 但是佛陀就講 這個人應該得度 為什麼 他會這樣子 他就在觀察 這個人跟我沒有緣 跟誰有緣 他會想 那他跟誰有緣 跟阿難有緣 所以他回去馬上就跟阿難講 阿難 這個老菩薩 應該要 應該要得度 那麼他跟你有緣 你明天早上去他家脫波 那佛陀 他這個就是積極性 如果是我們 我們就不管他 對不對 你要來找我 不是我找你 真的 要求無法 又不是 我不吃你這頓飯 我其他地方 你有得吃啊 是不是 如果是我們 我們成不了佛 就是這樣 就是比較消極啊 那個老菩薩 跟阿難的因緣非常好 你看人跟人有緣 有時候我會在想 這個人講的沒什麼道理 他都聽了 真表認同 這個人講的很有道理 他完全聽不進去 有些都是這樣 那就是人跟人的緣 那佛陀 知道這個應該得度 他就會 他叫阿難去 他遠遠看見阿難啦 不是等阿難 他自己走過去 阿難啊你來了 尊責啊你來了 我很高興 就趕快把他請去坐上座 阿難跟他開示 講完 他就跟阿羅漢 你看 那這種就是 普渣的那種積極性 不太一樣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阿難跟他 阿難聽其實是有了 但不多了 那好我們先來看 再來看 所以他講 這個普渣行 普渣其實就是大政的 那其實叫做 登文跟普渣 那小勝跟大政 也有所理會 就能夠明白啦 深深的覺得 這個 就是導師啊 就是 這個底下是導師的感想 因為他 我們講 阿涵金被重視是從運順導師開始的 運順導師提倡 然後開始很多人 都在講阿涵金 都認為 都已經 對阿涵金比較有正確的理解 古來那麼 那麼多主師大德 沒有人 重視過阿涵金 偶爾有一兩個 但也沒有引起 也沒有引起重視 都沒有 都是研究什麼呢 法華經 法元經 文謀節經 金光明經 反正都是 類似這些大聖經 沒有阿涵金 沒有阿涵金 你看阿涵金 都連注視都很少 金剛經就有百家注 阿涵金根本就沒有 都沒有 那導師是 開始 重新 界定阿涵金是根本正點 即使是大聖 也都是 不離開阿涵金的 其實是這樣 但是 雖然是這樣 但是 大聖的一些 行儉 那麼 確實 確實 我們講 比較合乎佛陀的本懷 就我們講過 好 所以他講 出題佛法的 時代 適應性 就導師 導師 導師看了之後 心裡面這樣感覺 所以他雖然 以阿涵金為根本聖點 但是 他是主張大乘的喔 他是主張菩薩道的喔 所以就不一樣 你說那 你如果是以阿涵為根本聖點 那應該 應該是 像南傳的解脫道啊 他又不是 那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底下就是他的看法 他說 出題佛法 的時代適應性 是不能充分表達 世尊的真諦 所以我們說 佛陀的本懷嘛 世尊的本懷 就是他原本 是 釋迦牟利佛 那麼 之所以說佛法 那麼 他真正的本懷 就是 他的原意啊 他其實就是要讓大家都得解脫嘛 讓大家都得解脫 而不只是 我要求解脫 因為佛已經解脫的人啊 佛是已經解脫的人 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要從解脫後 成佛後 那麼 在橫河兩岸這樣 每天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那麼累 你看有些阿羅漢不是喔 有些阿羅漢 他解脫之後 他就到深山裡面 享受那種寂靜的 慰 就是 就是那種寂靜的快樂 然後時間到 他就露虐把人剝 有些事 你看 這個 從大架上有解脊經典 這件事來看 就最明顯了 阿羅漢裡面有分兩種 智利 跟智利利他的 那麼有一些阿羅漢 一解脫 他就露虐了 就是 這典型的就是 最後的虛把陀螺 佛陀還沒露虐 他就先露虐了 那麼還有很多佛陀說要露虐 就先露虐了 包括水利佛目見人 那水利佛目見人 比較像大乘的 就是 跟著佛陀 到處去利益眾生 那時間到 那有一些 有一些是 他 震了阿羅漢之後 他就在深山裡面 然後 有些是直接就入虐蟠了 有些是在深山裡面 因為尊重佛 佛還沒入虐蟠 他不入虐蟠 但一聽說佛已經虐蟠了 他就虐蟠了 你看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那個 那個 牛四比丘 就是生到 在高利天上的 那個 交放波體 交放波體 因為他吃東西 會像牛一樣 吐出來再吃進去 所以佛陀說 你不要在人間 人間人家會回報你 給眾生造業 你到天上去好了 因為天上吃的跟我們不一樣 而且天上吃的也比較殊勝 天人也有天眼知道這個是阿羅漢 不會呵責他 人間不是 所以經常都是毀謹他 你不要人間 你到天上去 所以他都一直在天上 大圖是要解禁經典的時候 第一個是去找他的 請那個有神通的阿羅漢到天上去找他 那有些到深山裡面 去找那些阿羅漢出來 那麼很多阿羅漢都是 佛體就入虐蟠了 那我也要入虐蟠了 你看 都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沒有那種利他的積極性 那跟佛陀不一樣阿 因為佛陀是已經正阿羅漢 他到處去度眾生 那很明顯的佛陀的本懷 是要利他的 好 我們先下課